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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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你只要依照這個邊緣去把樹的層次凹凸凹凸依照這個畫面去做 你就會把這個造型給做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先不要去看這個個別的東西 先把這個大的這個輔助線的這個部分先對出來之後 我想你對於整個空間桿的部分會比較好做 那接下來就是影子嘛 那你注意看喔 這邊這樣立起來 對不對 這是一個立面嘛 對不對 就變成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平的囉 那你的影子就是這樣畫平的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來說的話 越到後面喔 它的對比度會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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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才會退到後面去 所以像後面的這個 比較深的這個地方 我們都不要畫到這麼深 然後越前面的地方畫越深 它才會前後 才會產生一個空間桿 你不要後面畫這麼深 前面畫這麼深 那自然而然它的空間桿會比較不容易出來 那背景的地方也是一樣 意思是說等下我們在畫的時候 意思是說我們在用單色來做的時候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意思是說你單色再做 你就用單色就好 那後面的顏色會比較淡 對不對 後面顏色比較淡 看水較多 越到前面怎麼樣 會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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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 才會造成你的空間桿會跑出來 是不是這樣 飽和度越來越高 然後 這邊 上面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是比較深 這邊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如果沒單色來講 它就會產生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等下我們在做的時候 會依照這樣子的一個空間桿的部分來尋做 所以有時候你看看到照片喔 或者是你在屋外再看到風景的時候 你看它好像身體好像都是差不多 這個時候喔 你必須要利用空間桿的概念去做 這邊有沒有 這些影子 越來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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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西式 越來越淡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 單一個明暗就會有空間桿 那你在畫素描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樣對不對 那你在畫水彩也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這是單色在做而已喔 但是等下我們做到彩色的時候 我們一樣會依照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做 這樣子你的整個那個樹重 從前面到後面 就會有一些變化了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大致上先解說一下 等一下再 我們再講解那個空間桿 就是後面對比度較弱 前面對比度再強 不要去看照片 這個看起來都是一樣黑喔 你如果照著這樣畫的話 你的前後是不容易畫出來 當然你的樹 你會有分前後嘛 因為你越來越小就有前後 但是除了你的造型構圖之外 那接下來你對於整個的佈局上面 應該也要有所變化 這樣會更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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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我回答 有代表回答就好 太...太... 不是因為太... 喔...喔... 早生太冷 不是啦 我怕太熱然後到這裡面太冷 大家要睡著了 早生那個影子要畫水瓶嗎 還是可以畫一點斜 可以畫一點斜度 血面是比較平是不是 也不一定耶 一定點斜 對一點點斜沒有關係 只是說 有一個重點齁 各位同學在畫的時候 那個...你的那個... 影子齁 不要畫的高度太高 例如說 這是一棵樹 那你的影子齁 要畫稍微平一點 欸就是說扁一點啊 扁一點 扁一點 你畫很高 它就會翻起來嘛 對不對 它就會翻起來喔 所以你不要畫太高 稍微壓扁一點點 看起來比較 然後越到後面齁 高度會越來越窄 對不對 越來越窄 越前面越高 越後面越窄 好 雖然大家會說 可是有的樹會有高 會有大跟小的差異嘛 是沒有錯啦 但是我們盡量用這樣的法則來做它 我相信你畫起來會比較順一點點 好 那就這樣子喔 好 那還有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今天這個會有一點比較 不一樣的狀況就是說 通常我們都會說齁 比較暖的調子會向前 比較冷的調子會在後面 會有點這樣的感覺 但是今天這一張齁 彷彿那個比較暖的部分 好像是在後面啦 那前面好像比較冷的多一些些 齁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這樣畫 只是說我們後面的這個對比度 盡量減弱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齁 這張 大家可以用噴灑的啦 就噴一噴灑一灑就可以回家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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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跨開了 為什麼笑成這樣 不過那個美華的劉白膠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齁 就是 上面也要拆下來 因為他這上面會有一點亮亮的 那有的時候各位同學可能比較不好留 那這沒有關係 你還是可以用劉白膠把這個尾端的地方先留出來 避免你到最後所有的那個 他這櫻花很白耶 我覺得好白喔 好就是說 喔真的喔 啊這是韓國啊 喔我以為是日本耶 那不是叫櫻花道 那就不能叫櫻花道啦 白櫻花 這樣叫什麼 韓國比較多 韓木花道 華盛頓DC也是白的 對對對 喔真的喔 對 華盛頓DC也是白的 這是什麼品種 不知道 我去那個什麼 韓國人說他們不是日本種 他們是韓國種 對呀 他們最有種了 沒錯 中止也是他們的嗎 對啊 空子也是他們的 對啊 都是他們的 都是他們的 他們都是贏的 黑的 東北也是 好啦 英花也是 被日本人偷種 都給他們啦沒關係 生氣了 氣死人 氣死人 都給他們 好啦 別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 然後上面它這個 因為它後面是建築物 那當然我們還是可以畫一點 就是 好啦 就畫建築物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樣才能產生影子這邊下來的效果 那這邊會偏暖一些些 所以我們從暖的調子 略微先做一些些 那避免等一下我們要做暖色調子 可能會做不出來 好 那白色一樣留白 來 來灑一點 水進來 但是櫻花這邊 我都留白喔 因為不留白 等一下可能會做不出來 誰把我的水喝光了 只剩下一點點 哈哈哈哈 沒有給你聊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倒飯只是水 這樣夠嗎? 人倒一點點 好可愛 怎麼那麼少 不知道 這邊灑水 好 那這邊 整個畫過去 整個先畫過去沒有關係 好 整個 地面都畫過去 那車子可以留白 先留白下來 車子先留白 按的地方當然是可以上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就鋪上 呃 薑若社 加一點點 呃 黃澤 一點點就好了 你不用全部都上到 不用全部都上到 因為你可以留一些些 縫隙進來有點白白的這樣 有點白白的這樣 這邊留一點 這邊有一點 光的感覺 這邊喔 留一點點 留一點白喔 留一點這樣子 不用畫得太均勻 這邊一些些 欸 這用灑的齁 用灑的齁 用灑 用灑 好 南方種的做法 用灑 灑 來 這邊 江垃圾 好 接下來我們上一點點 葛 黃 一點點葛黃 齁 灑一點 齁 一樣用灑齁 打根噴 一樣南方種的做法 用灑 用灑 好 這樣子齁 來 接下來上一點 朱紅 攪在這一鍋 齁 不要加水了喔 不要加水了 攪在這一鍋就好 一樣灑下來 齁 一樣灑下來齁 蛤 會會會會 這樣子 齁 灑成這樣子的效果 好 朱紅再來一點點齁 朱紅再來一點 靠近這邊再多齁 多一些 下來 這邊也多一點齁 好 這樣完成 好 接下來齁 我們要上一點 虛擬炒色 虛擬炒色 加進來 加進來 加虛擬炒色齁 這裡 暗的地方先坐 先坐 暗的地方 不上水 不用上水 不用上水 因為上水之後會 那個 那個白色會不見 因為我們沒有用那個白膠 來 靠近車子這邊 請你不要弄到 亮面先不要弄到 先畫暗面就好了 我先畫暗面 齁 當然你這邊可以要等乾一些些啦 但是我們現在不等乾 我們就直接做了齁 先上一點虛擬炒色 我先上虛擬炒色 那等一下越到前面齁 這個 那個 呃 紫色齁 要越鮮艷 我先上虛擬炒色 請你輕輕的上就好 輕輕的上就好 所謂輕輕是指什麼 喔 水多一點 水多一點 好像動作輕一點 不是動作輕一點啊 怪怪的齁 什麼叫輕輕我也不知道 輕輕沒有來啊 輕輕下課了 輕輕下課了啦 輕輕下課 然後用啥的 這就是那個了 真偏點 好 越到前面齁 我們剛才講齁 那個紫色齁 越加越多 齁 先加一點那個 青 那個藍紫 藍紫色多加一點齁 對對對 可是你這一堂寫說要水 揮灑技巧 請問有什麼技巧 就用噴灑的啊 哈哈哈哈 就不用灑的啊 灑有什麼技巧 這樣灑 好 這樣灑 用 手洗 沒有啦 不是這麼說 這是你盡量 第一個齁 要加在食指跟中指的東西 不是啦 不是啦 要用第一次比 不是啦 要用含水量多的比 第一個 對 不一定要用這支筆啊 你只要用含水量多的筆 齁 或者是時候你用那個煎桃的筆也可以啊 用毛筆也可以 你要盡量用含水多 然後第二個齁 你在下的時候 你的鹽料 跟水 一定要多於你的筆 你才灑的進來嘛 你如果弄得吸 剛好都吸得滿滿的 那你就會灑不出來 那你要多用一點 齁 怎麼叫吸得滿滿的 就是說 你只有一點點對不對 例如說你調這麼少 筆吸一吸就滿了 那你就會灑不出來 對啊 你一定要比 你的筆還要多很多 你才能灑得出來 是不是 然後就不能輕輕 對對對 輕輕 可以重重的灑 齁 然後接下來你灑的時候 第一個是這樣噴灑嘛 這樣子 齁 然後它會變 就這樣 大小 那你如果要小一點 你就這樣灑 你要小一點 你就這樣灑 那你要噴大小 布衣的話 你就這樣灑 啊你要灑直線的話 你就這樣灑 這樣就會變直的 這樣會變直線 有沒有 這樣會變一直線 這樣噴啊 就有點像十字形 你就會變一直線 你看這樣會變一直線 有沒有 這樣灑一直線 老師你現在有灑在暗處 對我現在灑在暗處 對 可是我剛才只是隨便灑一下那個感覺給大家看 好 對 所以剛剛不是真的灑 是不是是真的灑啦 我只是說我示範一下直線跟噴灑上面的不同 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在灑的時候齁 請我放一下 就是說 來大家看一下齁 這樣的差異是哪裡 就是說 我這樣灑 你一定要這樣子喔 要多 你要多你才灑得出來 等下要用濃一點給大家看 一定要多你才灑得出來嘛 對不對 那你這樣會大小負一 對不對 用虛 用虛的 用虛 這樣有沒有 用一點力 用一點力 這樣會大小負一對不對 頭不用啦 頭不用啦 你不要亂講 這樣跟這樣不一樣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你頭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是搖滾月才這樣子 這樣 這樣 沒有你這樣灑會變 我常常就這樣 你會這樣耶 對啊 你會變這樣耶 對啊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甩 你要這樣往下 往下 你要往下 你會這樣打 你這樣打 你往這邊打 他就會一直線啊 對不對 所以老師應該這樣抖抖抖 是不是 對對對 不是 往這邊打 往這邊打 你這樣打會變平的嘛 會變這樣閃的 你會打不到你的一直線 但是你這樣可以打一直線啊 打線 然後他會變噴灑 往這邊噴有沒有 這邊噴灑的狀況 所以他會不一樣 那你如果要稀一點點 你可以這樣打 你如果要稀一點點 你可以這樣 怎麼打 沒有 太小了 這樣 他會變很小點 有沒有 他這樣會很細 很小點 用這樣敲 但是你這樣敲 會變很大點 喔 喔 我信你敲敲看 上下敲不一樣喔 上下敲會不一樣喔 上下敲會不一樣喔 大家你可以試試看 你先拿一張筆 試試看 你就會覺得 敲打的技巧不一樣 有沒有 敲到整個東西了 反正你的 當你的敲打的不一樣的時候 事實上 你整個感覺也會不一樣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 你敲打的感覺 齁 如果再不行齁 就去朱中慶學一下 哈哈 只是去廟 蛤 廟也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 那節奏應該會一模一樣 哈哈 你確定 你要去廟裡面學 我怕你們節奏出來會一模一樣 這樣子呢 這樣怎麼會好 呵呵呵 會睡著 好 好繼續齁 來 下月到前面齁 那個顏色越來越重 那我加一點點那個 青綠色還有 那個補五四藍 進來 不是啦 說錯了 藍紙跟補五四藍 現在是天氣太熱了 繼續灑 繼續灑 你不要這樣喔 繼續灑 走走走走走 不會 不會 照完手要復健 蛤 復健齁 我跟你講畫圖也是一種復健 畫圖也是一種復健 不會啦 為了藝術而犧牲是應該的 好這邊下來 再來 再來 那個 浮乳四藍再來 加一點那個 虛擬草色 它顏色就會有很多的變化了 對不對 除了紫色之外 接下來會有點偏藍 再偏藍一點 然後你 因為你這個樹幹 其實都比較深啊 所以你就畫過去都沒有關係 好不好 好來 紫色再來 來 虛擬草色再來 齁 畫出來 畫那個 哇 糟糕乾掉了 咦咦咦 咦咦 咦咦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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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直接畫出來 它 開始會有點推擠的感覺 它把它推擠開來 這個 留一些洞洞喔 留一些洞洞 下來 越到後面齁 請你去 那個 虛擬草色 多一些 好 越到後面虛擬草色 越來越多 蛤 蛤 越來越灰 讓它越來越灰 喔 越灰它就會越 不是岳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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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飛是那個 失智的那一個喔 親中抱子 岳母 岳母啦齁 親中抱子 岳母 對啊 親家母 不是親中抱子 應該就把親中抱子 contacts 我也以曾經 Italian 好了 大家醒來醒不要再鬧了 好 這樣子 都按掉是不是 好啦,這樣我們先把第一層的感覺做出來 他趕快來不及了,趕快做 好,歐普拉顏色趕快來 歐普拉歐普拉歐普拉 歐普拉來了來了來了 先塞一點歐普拉 歐普拉乾了嗎? 都乾掉了,都乾掉了 這個,這個,這樣會剛剛好 這個這裡乾掉了啦 好,等一下,我要刷水再重來一次 剛才分開講就會變這個狀況 來,先下齁 就下水再把它暈開而已 來,這邊 你看到這邊變這樣子啊? 側上 側上 很高難度耶 不會啦,就一個手勢而已啊 就變這樣而已啊 沒關係啊 你就成功了啦 就一個手勢而已啊 就一個手勢而已啊 好,這樣 這隻感覺比較好比 蛤? 這隻是這個啊? 好 這大鉛筆啊 它的下面比較多 不是,這是 一樣啦 大鉛筆 對啊,大鉛筆 都一樣啦 用這隻也一樣啊 好,那你試試看 好 每一隻耶 對啊 沒不需要啦 那那一隻 每一隻都可以 不是,只要水多了都可以啦 試試看 對啊 你看喔 對啊 就跟你講每一隻都可以 你不相信 可是如果那種平衡給我 你連比那種HU會怎樣 那個太多了吧 那太多了啦 沒有啊 你如果畫那個大髒的就可以啦 就要用這個HU 對對對,啊 不然你用這個人要HU到什麼時候 老師,你剛剛地面為什麼不用灑 地面也可以用灑的啊 趕快穿白衣服的閃一點 用整張都灑 整張都灑 整張都灑 不是,這一隻 對,灑不好再換一張 對,灑不好再換一張 對啊 很快就好了 請問哪裡要特別擊中的點 呃,擊中的點喔 那個 那個 安面的地方嘛 例如說 留 我們這樣灑的一個好處 就是它白色會自動留下來啊 你就不需要用那個 白白膠 你就不需要用那個 對對對 就不需要用牛白膠 欸 那 你確實 灑灑的還是灑滿的 欸灑滿的喔 對啊 那也是還蠻強的 老師,你們那個 那個藍色是什麼 群青 群青 不是說錯啦 普普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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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話色變不嚴重 欸,白色啊 還是白色 但是變有點粉粉的 這樣子 好,這樣粉粉的 好,這邊 下來 好,這邊顏色齁 粉狀的 好,粉色系齁齁 來,加一點點那個 香肉色進來 跟那個 歐普拉的顏色進來 這邊如果比較小點齁 好,你就變這樣打嘛 你可以這樣打 看你要唸什麼 你就跟著唸就好 好,喜歡唸什麼 你就自己唸 唸小孩啊 唸老公 不是那個啦 我是受唸青啦 緊箍咒 拿出來唸有沒有 來 繼續來齁 好 來,這邊快乾了齁 趕快噴 這支太小了 還是開口氣 不然會噴到所斷掉 好,這樣子 欸,薑垃圾加 歐普拉 就會粉粉的 開始就會有那個 粉粉的感覺 粉粉的感覺 這邊噴一點清水進來 噴一點清水進來 噴一點清水進來 所以不屑很信任我 那你可以拿來這邊噴啊 那你可以拿來這邊噴啊 唉唷,薑垃圾又來了 我又來了 你晚一點再來好不好 但是沒看到精彩各方啊 他說你要刷存在感 好啦 繼續喔 這邊 這邊 好,這邊我們不要 先不要停喔 繼續做齁 來加那個 玫瑰紅進來 加一點玫瑰紅 好,繼續噴齁 這邊 我們把這邊 然後吊子再噴深一點 好,暗眠的地方再噴深一點 謝謝 富士蘭再來喔 富士蘭再來 這邊再做齁 有些用筆點 有些用那個噴點的方式去做 這邊對比度要大 然後這邊慢慢的放鬆掉 記得我們剛開始 講的那個原則性 做出來 來加一點點那個 Opera的吊子進來 請問這張為什麼不用孤蘭 也可以用孤蘭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用孤蘭 就都不要用了 那孤蘭會不會太長 不會不會,其實孤蘭是亮的 其實孤蘭是比較亮 是可以用 也是可以用 但是因為現在都沒有用就算了 這邊慢慢袋子 帶子 帶子進來 那就是用那個 虛擬炒色啦 我就會用虛擬炒色 點在這個區塊 點在下面這個區塊 這邊再撒齁 來,車子的案面 先坐 這邊車子的案面先來齁 好,這邊 後面車子這邊的案面也一起坐 留下一道亮面就好囉齁 留下一道亮面就可以了 來,這台車子是黑的 也是一樣 按面先坐 車窗 暗的 側面 這邊 後面還有一台 這樣先坐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再加 剩一些些 那個 OPA的顏色加一點進來齁 坐在這個邊邊 好像被上面的顏色給染到的效果 這邊也是一樣齁 這台是白色的齁 這樣 好,接下來 車燈 用珠紅 直接下 入口 武方啊 這邊蚊子很多 現在放暑假 每人吃了 只剩下我們 可以吃 只剩下我們了 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年輕的肉體了 沒有尖肉 大家要保重 沒有鮮肉了 我...我已經...其實...對啊,其實我們都差不多啦 你不要客氣,你不要客氣,你就要吃吧 老師,你那個女兒很漂亮嗎? 我那個女兒哪一個? 那邊有幾個? 一個一個啦 公開的跟沒公開的 欸,你怎麼不夠 我看下學期你們看不到我 把它剪掉了 蛤? 把它剪掉了 對啊 現在...現在不可以說 現在主...現在是很敏感的時間點 你又不是藝人 蛤? 你又不是藝人 對啊 可是是有名的人 下次會爆到什麼...哪一個界都不知道 這邊影子齁 拉出來 車子這邊 安眠的地方先做一下齁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做啦 只是我們先把第一層先做好 那個... 車牌這邊齁 第二台這邊比較深 這一台是深色的齁 那我們就整個稍微把它深一點 可是它在後面 對,它在後面 對 所以等一下這個黑的再加深 那15那個是炒成黑的嗎? 對 加那個...派妮灰進來 喔 我剛才有加了一點派妮灰 然後後面這邊齁 這一台 請加入那個...熏衣草色 原來的這個顏色齁 加熏衣草色進來 讓它再灰一點點 那這樣才會退到後面去 後面的這一台 這台是對象的 對,這台是對象的 就是... 就是... 不是... 不是... 傑森不錯喔 嗯... 不是相親的對象啦 對... 現在... 大家都是高手啊 對象的車跟這邊去的車 要怎麼分那個... 那個玻璃要怎麼分 玻璃要怎麼分喔 怎麼分喔 應該是分不太出來 只能分車頭燈跟那個而已 跟車尾燈啊 不要點紅紅 對,不要點紅色 因為車頭燈不是紅的 但是車尾燈是紅的 但是車尾燈是紅的 喔... 這樣子喔 對啊,你們不是都會開車嗎 會啊 可是沒有注意看那個燈啊 一直往前開就好了 一直往前開 一直往前開 屁股 車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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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高 因為這樣比較不好分啊 我建議是 車尾就是點紅色的車燈就對了 車頭通常都是白色透明的啦 就標版它就好 對對,就留白的下來就好 就是這樣留白的 這就是車頭燈嘛 有白的 車尾燈就是點紅色的 或橘的 因為... 就是這樣 好 車頭跟車尾就是不一樣 來,群青喔 下一點點 齁,群青來一些先喔 對 然後往這邊 欸,我現在在畫的是那個 人行道的這個邊邊 人行道這個邊邊 然後 這還沒乾度再請你往下 畫下來 讓它點下來 這樣子 這樣子 欸,這樣 喔 這樣的感覺 會不會像蝦子 對 就讓它有點像 倒椅的感覺 的那個吊汁 這樣比較有像水流下來的效果 齁 好 再來喔 沒有水流啦 只是做一點這個效果而已 然後接下來 煙花 煙花木 喔 櫻木啊 就是櫻木啦 注意 你不要一隻一隻都畫直的喔 它其實並不是直的 對不對 它會 我們先畫第一層齁 歪來歪去 歪來歪去 歪來歪去歪來歪去喔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好 這邊 越到後面齁 一樣 樹幹齁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齁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這樣子的效果 來這邊 再深一點 好 注意你在 欸 我會用嵌草 嵌草紅齁 直接加 那個 鋪五四藍就好了齁 鋪五四藍就好了齁 這拉高 這邊虛掉 用筆虛掉 先做成這樣的效果 好 好 這邊再來 這邊都乾掉 我現在不理它 等一下 我們打一個水 再重來一次好了 不然畫起來會變超硬的 這樣乾掉就讓它乾到底了齁 這邊再點 按面的地方再點 讓它再多一層出來齁 縫隙的按面再來 好 這邊的按面齁 再來 再做 再深一點齁 加一點嵌草紅 這邊出來 好 然後背景 這個灰色的 你現在可以把它繞起來 把那個 利用那個 建築物的灰 把它的那個邊邊給 形給做出來 好 那不要下水喔 因為你下水之後 你的邊邊會糊掉 但是我們不要讓它糊掉 那我們現在齁 調一個比較 灰的吊子出來 齁 你可以直接用天空取代建築物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 你要天空取代建築物也行 是可以的 我就用建築物 我要掃了燈的 蛤 我說這麼漂亮的櫻花燈 然後有一個水雲 去瘦 我就覺得 掃了那個氣氛 嗯嗯 也是一種做法 側筆 刷出那個 乾乾的一粒一粒的 出來 然後再來填 再來填 這樣子 這樣子的感覺 這樣 有沒有 這裡 這樣就順便留出那個白 對不對 對 他現在到前面來 他到前面發生 不是 他現在講的 終於有點道理 他一直都很有道理 好不好老師 不是他一直在講那些 有的沒有的 好 真的 就是 他一直在講那些 他一直在說 平常都無理取得 他一直在說 就是講跟話話無關的事情 好 我說真的沒有人 你很擔心 好 誰啊 沒有啊 我還跟你說 我跟你無聊 我無聊 我很無聊 沒涼 繞下來 哇,這邊反光太重了 這邊暈下來 讓這裡,這邊不見 然後這邊又露出來 這邊的櫻花也是暗的 那這邊又出現一個亮的 對,讓它先連在一起 沒有,我們可以改成那個花 花是暗的 因為可能要改成花是暗的 因為這樣花才會跳出來 其實現在建築物就是背景而已 所以不要把最亮跟最暗的都給建築物 盡量給花 所以第二層的花要暗的 對,第二層的花再暗一點點 那我們剛才鋪那個黃色 你的建築物裡面就會有 暗暗亮亮 冷暖冷暖的小差異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有變化 才不會整個都那樣 就比較沒有變化這樣 尾端我們噴一下 所以右邊那顆都可以長太出來嗎 對,不要長太出來 然後這裡齁 暗面這邊 弄到有顏色的 另外這邊有白 往裡面縮 縮完進來之後 有沒有,用清水 把它 暈進來 暈到跟原來的顏色一樣 就是說,你這個顏色有沒有 進來之後 這邊是亮的 但是你這個暗的地方 混進來之後 讓它漸成到原來的顏色 就消失掉就好了 用清水袋 用清水袋就可以了 好,這樣齁 凹進來 這裡 凹進來,消失消失消失 到這邊 好,這樣子 我們到這邊 這樣這邊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這邊粉粉的齁 等一下這邊齁 稍微對比度加強 這邊就會變粉粉的了 就是,呃 它其實現在就是粉粉的啦 只是說,因為你這邊對比度不夠大 所以你沒有辦法感覺到它是粉的 那我們現在只要把這邊對比度加強 你就會覺得它粉粉的 齁,意思就是 我們一直在講 不是啦 就是把別人弄胖,它就會變瘦 把你的朋友養胖,你就會變瘦得到 你的肥胖就是我的快樂 不是 不是這樣講 好,這是一種 障眼法啦 其實 自己也沒有比較瘦 只是把別人養胖而已 所以說 你的肥胖是你的快樂 所以我們每次都帶兩杯 你們來一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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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我 老師在後面 已經來不及了 我好不容易猜那個齁 來不及了 好,這邊我們剛才講齁,我要讓它暗一點點 那我就用那個藍紫色加薰衣草色 今天這個都粉粉的 對啊 等一下喔 這反光太重了齁 我其實有事把它加深一點點 這邊加深一點 你可以反覆做這個動作 反覆染,反覆染 它就會這樣粉粉的 效果會跑出來 不會啦 因為你都用同樣的吊子在做 基本上是不會髒掉 除非你一直調 譬如說 一下子調這個 一下子調褶色 一下子調很多 雜七雜八顏色進來 那才會 才真的是會 才是真的會髒掉 好不好 不然一般來說是不太會的 好,這邊再來 這邊過來之後 做那個素 這邊 那個素蟲的按面 我就不會加 那個 布魯士蘭進來了 這邊 按面這邊我就會用這個紫色做 靠近上面的地方 稍微深一點 好 加一點點那個 不是不是 加那個 玫瑰紅進 玫瑰紅 對 然後一樣 普魯士蘭 一點點 加薰衣草 讓它灰灰的 欸不是啦 不是灰灰的 彩度降低啦 反正就是在降彩度就對了 在降彩度喔 在降彩度喔 對 降這個紫色的彩度 不要讓它彩度太高 這樣子 做一點點 稍微按一點點的地方 欸就是我們的 像 降落色啊 呃 這個都是在降彩度的 降落色跟群衣草 對 只要是那種 不透明的顏色都可以用來降彩度 齁 但是它明度會提高 但是彩度都會降低 它就變這樣灰灰的灰灰的 自然而然齁 就比較不會那麼 但是你前面這個地方齁 你就不要加 齁 例如說 我們現在不要加 齁 把它洗乾淨 我們用比較 彩度高的 顏色直接來齁 例如說 普世藍 齁 好 那我們再加 呃 朱虹 直接加朱虹齁 因為我們剛才下面有用叫朱虹 你會發現 那個顏色彩度會比較重 好 那我們來畫這個 這個樹這邊 它就會比較深 齁 然後彩度會較高 齁 除了比較深之外 它的彩度也會較高 這個 先來齁 因為這邊已經乾掉了 我們就先坐這裡 這邊貫穿的這些地方 齁 感覺紅色不夠多齁 再加 玫瑰紅進來 讓它偏有一點紅紅紫紫的齁 多一些齁 注意齁 這個 好喝 這邊要要刮嗎 不用刮 要刮也可以啦 可是現在刮來不及了 頭已經很乾了齁 不用不用 畫頭這個地方 下面這個不要畫齁 齁 你不要又從頭畫到尾 因為你從頭畫到尾會怎麼樣 它又沒有變化了 畫頭就好 就是在樹幹裡面的那個 呃 深的地方齁 齁 在樹 呃 被樹 擋到的那個 暗面的地方 齁 那下面就回到我們下面的顏色 你把它拖出來 它就會有點虛掉的感覺 齁 往下拖 齁 從最深的地方往 比較 沒有那麼深的地方 畫就對了齁 齁 尾端 這邊 我們用 齁 齁 畫那個細數字 齁 用拉線筆畫細數字 畫細數字出來齁 注意就是 畫那個要畫成 上次有講過 有講過嗎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樹枝在畫的時候齁 盡量畫成那個 護身嘛對不對 齁 我沒有講過 沒有 齁 齁 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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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啦 樹枝在畫的時候 不要這樣畫 這樣畫這樣 齁 齁齁 這樣 這樣 互 交互的 這裡從這邊長 你這邊就從這邊長 你不要從這邊長長一個腳丫子出來 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接下來齁 你在畫的時候請你要有一個頓點 例如說 頓 頓 頓 你不要畫這樣圓圓的齁 這個只有外星人的手會這樣 沒有啦 那個 他口也是這樣 他口看過 他口有看過 沒有看過 我也沒看過外星人 電影都是這樣演的 就是這樣頓 頓點 再頓 頓 這個頓點的意思代表結 就是樹的結 你這樣去想就好 然後注意 雖然是這樣你不要這樣喔 雖然感覺很有節奏感 等你的節奏是平的 好不好 就是頓 然後變小 變大 變小 變大 這邊頓點 然後可以做交錯嘛 這樣 出來之後有沒有 這樣 可以交錯 交錯 交錯 可以再交錯沒有關係 好不好 這樣你畫起來的樹枝 就會很有變化了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OK齁 不要說沒有交喔 開玩笑的啦 有時候真的會忘記齁 因為我怎麼覺得好像交過 你交太多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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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你交太多分了 以前都交過不要承認 不要承認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沒關係 可以再說一次 因為我自己都忘記 反正 就是 各位同學 那個 有問題的你們 就再講一下 我就再講一次 反正我還是會忘記 來 數字這邊 再來 再做 像這個細的 就可以再多做一些 好 那各位同學說 我到底要什麼時候做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做 你可以做第一次 那等一下有時候染過去的時候 數字會變淡 那你可以 後面再畫一次 那再畫一次的時候 你再多加一點 你覺得比較重要 比較前面的 那等於你的數字 就會有前後兩個層次出來 好 事實上你可以做個好幾次都 還是可以的喔 好 這裡也一樣 我們也先做一層 一樣齁 斯蘭 加 那個 蒜草紅 再加一點 珠紅 齁 看起來就會有點像摺色了啦 齁 就會有一點像摺色 盾,盾點,你看,側盾 多盾一下,那個力道就會出來 所以你不要拉 就是拉起來沒有力道 因為樹枝有一點力道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些 然後,這邊 啊,什麼 力道 吃麵也可以啊 這樣,的感覺 來,後面這邊,水多 它就會變淡了 水多一點,它就會慢慢的越來越淡 注意那個 樹枝 越到後面也是,越下面越細,越上面越粗 注意粗細之間的關係 然後,你玩了之後,可以補點一些 加OPWA的顏色進來 補點一些結的部分,讓它再深一點點 加強一下 加強一下 這隻而已啦,加強這隻就好了 呃,你這邊不用加 因為那個胎 比較 呃,算是比較 呃,比較沒有那麼近 所以細節度不用去做 但是這隻你可以稍微做 細一點點 做成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修細節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修細節 好,例如說 這邊的 最後的這個 光影這個地方 好,我們再加 顏色,齁 再讓它比較 欸 比較 這邊齁 來,這個紫色再來 好,淡一點 好,尾端 我們再加一點點尾端的這個 出來 好,讓它尾端這邊 再加一點出來 來 讓它好像那個尾端這邊 還有一些比較 延伸 比較淡的 影子出來 好,來這邊 再繼續加 把這邊的影子 哇,這邊剛才沒有接好 要把它接好 那我們把它洗一下好了 好,把它洗下來 好,洗模糊掉 等一下會比較好接 好,往上往下接 把它接順齁 好 然後靠近 車子邊緣齁 注意 把它繞起來 影子 這樣你的車子 形狀就會比較明確一點點 好,那你車子形狀 就可以出來了 好,這樣子 好,這邊 再做細節齁 車窗 細節再做 好,那反光 好,就靠近上面齁 略微再深一點點 反光 重點這邊 然後這邊 這邊比較深 再加 車這邊 來,這邊齁,加重 因為齁,這是前面嘛 欸,這台車是最前面的車子啦 所以我們對比度加強 但是因為它是白色的車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留這樣 只是我們下面這邊 請你加深 車牌 好,然後 這樣子 加深 把這邊加深 車輪胎這邊加深 影子不要加喔 影子 影子看狀況 如果你的影子夠深 你就不要再加了 不要加太重 你加在這個 保桿跟 跟那個 保桿跟輪胎就好了 你下面不要 影子不要加深喔 因為影子加深 會變太黑 這樣就好 你只要比這邊黑就好 只要比這邊黑就好 好不好 好,然後 車燈我們再畫 飽和一點 珠紅 我不是說錯了 葛紅 接下來用葛紅呢 直接很濃的加上來 不要整個加 如果加這裡 這邊加一下 加前後的感覺就好了 原本的顏色 還是可以留一點點跑出來 好,接下來 這台車也是一樣 等一下喔 這台車沒有 這裡還沒有做好 我們在這邊再做一下 好,這台車 齁 這邊就不要畫得比他深 所以我們再稀釋淡一點點 再多做一層 你看 車子這邊下面再加深 齁 來,這邊一樣 上面 那個 鯊魚旗 蛤? 不用加也沒關係啦 蛤? 蛤? 以殺 就是 後來的天線都變發於期了 白色的沒畫 白色的齁 這是老車 所以讓他這樣 老車 還要裝一個 笑臉的那個 那個太誇張 後面還要畫一隻霧迪啊 趴在那邊 有沒有 一直 那個好可愛 好,來 那個 欸,這是那個 前車燈齁 然後 進氣孔 謝謝 嗯 老師你畫我 嗯 沒有啦 啊,現在車都沒有進氣孔了 現在都電動車了 這樣就知道我們是什麼老車了 這邊的影子 好,分一下啦 就多做一點點 好,後面這邊還有一台 亮亮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個是 車子的部分 好,然後後面還有一台 後面還有一台 後面那台沒有畫 哈哈,沒有畫到 好,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再把 層次齁 再多做一點 這邊都還沒有做呢 我們來做一下 可是因為這邊剛才都乾掉了啦 所以有點難處理了齁 好,把它洗掉 洗一點點 邊邊 齁,不用全部都洗 有一些硬一點點 有一些把它 用的 蛤 因為這是後面啦 喔 所以稍微灰一點點 欸不是啦 就邊緣不要太清楚啦 因為 欸沒有錯齁 它其實應該是硬的 那我們這邊是硬的 到這邊變模糊 這邊是硬的 後面變模糊 這樣才不會整條都是硬的 好不好 好 就是前面硬的變模糊 硬的變模糊 那這邊也是硬的 慢慢變模糊 哇糟糕 這邊 這邊量的流太少了 應該剛才要多留一點點的 就是 哇,這個地方好 就是 對對對 就是 這裡 齁,這邊 弄到太多了 齁,這個 撒的太興奮了 對對對 噴的太高興 通常都會這樣 因為它 回去要注意喔 不然你會 給我一張 來 就是你會撒到沒有白色的 會喔,真的會這樣喔 對 但是 就是說 當然我是覺得是可以用流白膠 但是 流白膠完了之後 邊緣會超硬的 你們還是要過洗 好不好 還是要洗 不然的話 會超硬的喔 這邊可以稍微洗一下喔 就是有些地方可以洗一下 這樣那個整個感覺更好 那這邊等下微妝 我們點一些白色的進來 點一些白色的 那個 會更有層次感 齁,這樣子 好,接下來 這邊喔 我們再畫深一點 我們剛才講過說 這邊要灰灰的喔 所以我這個對比度要略微再加強一下 好,那我們我用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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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吐槽 為什麼這樣笑 老師你就是單色 用單色就好 這樣一定不會髒嘛 對不對 好 上面讓它暈 用清水讓它暈上來 上面暈清水 下面不自然多一些些 保額度略高一些 這樣你就會比較有變化 就上半端 這邊不要做喔 我們做這一顆 就這一顆就好 多做一點點層次感 這樣 這邊比較強 你這邊就會變灰灰的 所以強弱的部分我們會有一點點類似 像這樣子的方式來做安排 然後這邊我們再點 但是我這邊齁 你可能把你的筆插開這樣點就好了 對 用一點Hopura就好 你靠近這邊縫縫再加重 這你就可以 筆插開這樣做 這邊 再多做一些些 這邊再來 再多做一些些 這邊可以把它洗一洗 讓它暈開 洗一洗讓它暈開 就是說 那你這個白要盡量留 因為你這個 這邊白越來 這邊多 沒有 多 慢慢變少慢慢變少 這樣你的層次感就會 一個一個一個跑出來了 好不好 然後 這邊那個 這個 這個橘色腳椎我都沒有做 不要做 因為做起來可能會 不好看 可以不要做 好 那我們接下來最後 這個地方齁 那個白色 疊上去 可以用噴的啦 但是噴的話可能會 效果沒那麼好 不好意思這我不會做 然後呢白色顏料 嗯 這裡沒有嗎 那個白 欸太白顏料的話齁 盡量不要擠 不要擠 就是要用的時候再擠 新鮮的 用新鮮的 用新鮮的 對 大家都很厲害齁 用新鮮的 因為這樣濃度會比較高 你可以點在這個尾端 我當然你如果這個 倒是這邊我倒是可以建議可以用牛排交流 這個 因為這個就是銳利的 尾端這邊 就是 因為這個我們 如果要靠 這個就有的還不錯 但是這個可能會不夠 那我這邊可以 大家不用 沒關係我們就是 沒關係就是不透明的也加 沒關係 這樣加一點點 它尾端 變化度會再更細膩 這個可能用噴的會不夠濃 一定會不夠濃 因為你噴的出來水一定是過多的狀況 那就直接用點的就好 噴再點 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你看這樣細膩度就會夠高了 這邊後面還有帶一些些 在尾後面的這個縫隙的地方 那我們剛才上的那個 橘 它會透在這裡面 會感覺有光在裡面走的那個效果 這樣你顏色就會有變化了 內層的用意其實是在做這個 好這邊 出來 不管 不管 我們也做一些 再往前點一些 往前點一些 往前點一些 這就是我們在鼓做一些 像這個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留 這個時候 沒關係 就用不透明的來做就好 點快一點 點一下 那 尾端 這個點出來 變化度就會多了 就會比較精彩 不過這個倒是 說真的是可以用硫白膠流 是可以的 我倒覺得尾端這邊是可以用加硫白膠 然後中間這邊 好這邊出來之後 這邊你看也不夠了 好那我們就把它破壞掉 像這個疊下去很大點對不對 用白色營料把它破壞掉 把它破壞掉 這樣就好了 你只要把它破壞掉沒關係 它的 就不會那麼完整 那細膩度 來這邊太整齊對不對 點幾個出來 點幾個出來 一樣把它破壞掉 往這邊點一隻一隻一隻 就是把它塑形給處理出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對不對 這邊也一樣 再處理成一個一個 一條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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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鋒 又不是打到你為什麼會感覺你好比較痛的感覺 聽到聲音很痛 聽到聲音很痛 用電梯嗎 這樣 那如果說你的車子白色不見 一樣就用這個來做就好了 然後這邊,萬一你的那個影子中間的縫隙沒有留 那你又用薑落色,不要用白色喔 因為我們上面是黃黃的,所以你用薑落色會剛剛好 有沒有 這邊,就是用薑落色就好 薑落色一樣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比如說,這邊的光影不見了,用薑落色去做 一樣用濃的,把一些縫隙的光給做出來 有沒有 老師,那車道上面的線一樣不錯 欸,我就不做了 因為做出來好像也沒有比較好看 我說我做起來比較沒有好看,但你們做可能會好看 這邊 這邊 這樣,就會多一道光過來的感覺 這樣,這樣看起來就 這就補一些剛才沒有做到的細節 這邊多一道縫隙出來好了 讓這邊暗的,亮的,暗的 亮暗的交錯越多,它的層次感會越漂亮 後面這邊一樣,把這邊多做一點 後面的光穿透過去的感覺 在背景這邊,也會有助於它的整個的細膩度 那這邊如果亮的,這邊也是不太夠,我就可以再點 點白的進來 這邊,再做 讓你的,這邊的 再讓它的變化度再多一些些 好不好 好,這樣子 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看你後面的細膜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欸,這樣就好了 欸,如果像 如果你還要再做那個沖 喔,你就打濕再做一次 欸,欸,來 打濕再做一次喔,因為 不要讓它太明顯 輕輕的打濕再做一次 齁,然後 這個 灰灰的 把這顏色攪一攪就好 這樣就比較不會浪費 齁,窗戶齁,這邊 這樣如果,哇,會有藍天嗎 蛤? 藍天 藍天 藍天就可以白雲了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這樣 窗戶的感覺 用窗戶來表示建築物 對,用窗戶來表示建築物 對,用窗戶來表示建築物 這樣 一層一層的建築物這樣的感覺 好不好 齁 好,這樣 對,這邊錄的鏡頭不要做 因為你不做它就會推後 你做它就會向前 齁,那你要做的話 你就盡量很淡很淡 簡單的去做 不然你這邊畫越重 你這邊就要畫越重 因為這樣才能產生 退縮的感覺 好,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我先拍一張 這樣 先拍一張 先拍一張 這樣 先拍一張